清空下的夜晚 教别反骨点燃 梦里的太短暂 台湾天王周杰伦去年推出新专辑最伟大的作品 已上架横扫各大排行榜 现在更在全球榜单刷出重围 国际唱片业协会公布2022年全球最畅销艺人榜 周杰伦夺下第九名是首位上榜的华语歌手 我的计划就是来车站写歌 周杰伦远赴海外拍MV 无论是数位姻缘或是实体专辑都夺下好成绩 傲人销售量也让他以第九名 闯进全球畅销艺人榜单前十名 他本人也在社群宣布好消息 好友陈冠希也深深留言 至于其他上榜歌手还有多位大咖 南韩团体同样来势汹汹 BTS以第二名之姿入为榜单 而光是前十名中就共有三组韩团 也让人见识到K-POP实力相当坚强 至于冠军则由美国小天后泰勒斯夺下 这回也是他第三度夺冠 榜单上所有歌手皆为实力唱将 但周杰伦依旧风光镜榜 成为首位上榜的华语歌手 也再度证明钟斗魅力依旧不减 在你新闻